各位來參展的民眾 大家早 大家好 我是觀填醫院神尼克王醫師 今天跟大家介紹一個主題是腦傷症候群 腦部的傷害其實就是跟著社會的進步 那發生的比例是越來越高 那在過去 怎麼說 你的身邊的周圍一定會有這樣的人 可是他們在受傷之後 你會發現腦牆就是消失了 就從他的崗位 從他的這個社會的關係的鏈裡面 推下來了 其實這樣的問題其實長期都是存在的 那像在國外 尤其是像美國或者是中東這些有戰爭的國家 他們因為有爆炸 有這些軍事上面的需求 所以他們在腦部傷害的研究發展 或者是社會的重視程度其實是滿高的 那台灣的話最有名的就是安全帽的這個推廣 然後很多人的這個腦部受傷的機會就降低 但是他並沒有消失掉 就腦上的後期的影響 那除了說這個交通意外之外 不管是跌落啦 或者是摔倒啦 那還有就是 運動傷害 像美國比較有名的那個拳擊手 或者台灣的一些運動員的一些受傷的情況 那再來就是 還是 還是我有手按好了 這支可以 按中間那些 不要回去喔 或者是一些外傷啊 或者是有些小孩子的一些受傷 這些都有可能影響到腦部的狀況 使得腦部的受損 那麼 實際上 腦部的受傷的過程 其實 病理上是比較複雜的 它有說為你撞擊 或者是 一個突然的加速度 或減速度受傷時候的一個 初期的問題 初期的傷害 那主要是以這個 它應該是用 這個也沒有 這個也沒有 藍光 綠光的那個 Pointer沒有 它沒有Pointer 好那我就直接講 沒有Pointer 就是 初期傷害的部分 在 在腦部受傷的當下 腦組織會有挫傷啊 因為它是一個簡力 你可以想像 一個豆腐掉到地上 它也許外觀還是正常 可是它內部的 纖維或者組織已經受損 或者像擰毛巾 毛巾重複的擰 它還是一條毛巾 裡面的纖維已經有拉扯 所以簡力的破壞 尤其是軟組織 腦的軟組織的破壞 這是主要初期的傷害 神經走鎖的手受損 還有初血 初血對腦是一個 非常重大的影響 本身 這個血跑到軟組織裡面 就是一個毒素 然後 血管鬧病的破壞 初期的傷害之後呢 它後續還原則了 作為後續的傷害 在急性體的傷害之下 它跟一開始的 受損的力道沒有關係 跟腦部之後 一個 一個 腦組織這麼精細的組織 受損之後 發生的一個變化 是有關的 比如說它會有一個 過度的 電露出來 放電 不正常的放電 這種重複的 高能量的放電 傷害了腦組織本身 所以它形成一種毒性 那總戰有可能造成缺血 或者是 這些力量造成血管的損害 那後續這些損害 整體來講 形成腦部的一個 發炎的過程 形成了氧化的 產生了氧化的壓力 後續的水翹的受損 整個後面一個 免疫的風暴 這樣的過程中 影響到的範圍 遠比我們 視覺上所看得到 要來的嚴重 已經有非常多的 現實實際的案例 跟研究報告顯示 即使你在 初步的電腦斷層 核磁共振的檢查發現 並沒有明顯的損傷 但是在微觀之下 腦部的 電的訊號的 傳遞 走索的完整性 都受到了影響 所以 即使 在影響上 並沒有明顯的傷害 那後續也會產生 一些這些的問題 那 所以除了剛剛的 管器變化之後呢 通常會 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 還會出現的 所謂的 進行性的退化性的 神經的一個病變性 一個 neuro-degeneration的一個過程 那麼 除了 神經傳遞入的過度興奮 立腺體的受傷 形成的氧化壓力之外呢 走索的阻害 細胞的不同的刺激 甚至形成了一些 病態蛋白的代謝的累積 最後一個發炎的過程 慢慢的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 使腦部的功能 進一步的 退化性的一個表現 好 那麼 所以 整體來講 腦部的傷害 它 可能不能單純的 從一開始的 所以目測 可以評估到的 傷害去評估它 那也不能用說 這個患者 他還回復了 他可以穿衣服 他可以自己吃飯 他可以走路 可以駕車了 那他就回到正常的生活 這中間還有很大的一個 gap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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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還要去 去理清 好 那麼 所以我們剛剛講 腦的結構改變 功能改變 甚至的患者 還有一些身體的殘缺 的部分 比如說腦食之主張 手術後 初學 那外顯的話 表現出在肢體麻痺 無力 不協調 不順暢 失去平衡性 嚴重一點會影響 意識 感官受損 那他的讀 血聽 溝通的能力受損 但是更輕的 或者說更為 比較難以量化的 患者甚至可能 這是他主要的困擾 在於 失眠 慢性疲勞 以及持續的頭痛 那我們剛剛講到 這些神經傳遞物質 如果受損 影響到下屍丘 影響到丘腦 影響到 這個 腦下垂體 他的神經荷爾蒙的分泌 也有可能異常 整個來講的話 患者可能表現出 除了這些 你可以看得到的 無力之外 一些比較隱性的 比如說情緒與行為障礙 患者會出現 焦慮 憂鬱 或者是情緒 暮燃 甚至變成衝動 難以控制 易怒 更嚴重的 會出現一些幻覺 或者是妄想 那當然 更嚴重的 更嚴重的 情緒 也是很高 所以 表現出外在 他個人的生活能力方面 他就可能沒有辦法 自由的去 購物 然後去做一些 金融事物的處理 雖然他的手腳肢體是好的 可是他沒有辦法駕車 為什麼 他沒有辦法在有限的時間內 快速評估 視野裡面的方向性 空間性 他也無法快速的判斷危險 這些能力其實不是手腳健康就可以被解釋掉的 所以他也無法操作複雜的機器 所以個人的生活受限 那他跟這個情緒方面又會有交互作用 因為這個做不到他情緒上面就會更不好 那 這兩個都出問題的時候 他的社會參與度就明顯的就下降 就像我剛剛講的 他可能就從這個 他的工作崗位 從他的人際關係中消失掉了 為什麼 他社會化困難 很多腦部受傷的患者 因為 這一些比較隱性的問題 受到朋友或者家人的不諒解 無法交朋友無法維持有限 對於人際的 互動的折衷 維繫 如果適當的回饋別人的一些 一些 問候禮貌或者是要求 他覺得他有困難 跟大家的步調不一致 造成的就學或就業的困難 尤其是就學 如果這個受傷的患者 他要回到學校 現在很多霸凌或者這些問題 其實真的 即使在美國 加拿大這樣的一個社會 腦部受傷的學員 要回到學校 都還是會碰到類似的問題 所以這次去台北開會 聽到 那個 國外的專家在講 他們都還是不斷的 要跟學校的老師去 去宣導說 你要對這樣的學生 回來學校 校園以後 特別對他關注 他可能會有衝動 會有過動的問題 而且你要跟你的學員去說明 這樣小孩子的困難 的困境 那接下來是比較文字化的 大家可以跟著我一起來看 就是剛剛開頭的 過去症狀在結構的破壞 評估的方式在影像分析 但是患者所產生的問題 跟遭遇的困擾 可能遠大於這一些 以前的確是在台灣被忽視掉 我不斷的在門診 碰到這樣的困擾 碰到有這樣的困擾的患者 那過去的評估是比較直觀的 步驟性的外顯性的 那顯少是全面性的 那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 我們全人建議 所以這一塊呢 在過去不受重視 我們一定要跟社會大眾 去提醒的 然後要把這個問題把它彰顯出來 大家要開始對他關心關注 然後會有更多的資源 或更多的研究 或更多的幫助 來給予社群 好 老健康基於自我意識的完整 那當然要合併的情緒的穩定 感官敏銳度的平衡性 比如說你對你的聽 你對你的看 對身體的感覺 肯定性 這些受損的時候 你怎麼去打到平衡 那你內在完整了 進一步外在的 力量視野發音溝通 從這個 後面是和根的來的 這個圖就是我自己做的 那麼 它到底是一個 由上而下的一個過程 或者由下而上的一個過程 還是有內而外一個過程 我覺得 我覺得都有可能 畢竟這個領域還要更多的 大家的思考跟研究 所以一個有自我認識的 在有自我認知的完整性之下 你可以專注 你能夠理解 你的感官的接受 你能夠正常的去判斷 對你的情緒能夠穩定 那外在的行動表達動作 社會化的舊線這些才能夠順暢 那以前我們 復健 或者是我們的社會 比較在乎這一塊 但是你一個受傷 不管是中風或者是腦傷 它的破損是一個這樣子的情況 所以它壞的時候 它不會只壞外面 它就是一列就是列到上面去 列開就是這樣 那你修復 光修復這裡沒有用 不是說沒有用 就是還不足 那我們可能在這個部分 在這個部分 或者它列開進去的時候 我們也要一步一步的幫它修復 或者至少提供給它幫助 再不然 我們至少提供我們的理解 同理心 讓他們覺得說 他們並不是孤獨 傳統意義上的輕症患者 腦部影像沒有受損 但是相當經歷 相當的比例有經歷情緒低落 專注力受損 慢性投入睡眠障礙等等 我的門診真的 患者來 他可以自己開車來到醫院找你 可是他就是晚上沒有辦法睡 他工作無法專心 然後 會望 造作主管的責罵 表現一落千上 這些都是實際上出現的 那在過去幾年前 我對這樣的病人 我也是真的 我手上的工具是有限的 沒有那麼多可以幫助他 就是開開藥 給他心理上的支持 所以 在過去上 過去也是長期被忽視的 我們一定要 就像我剛剛講的 一定要擴展這樣的理解 好 那 事實上 就像我剛剛講的 這些情緒 這些專注力 可以被練習的嗎 你的睡眠的穩定 讓自己能夠放鬆入睡 這個是可以被練習的嗎 答案是可以的喔 是可以的喔 就像你 重複練習 你手的控制率會提升 專注力 穩定 管管 這個都是可以訓練的 這麼說好了 我們 小時候 還不懂 在地上爬 慢慢的你就學會了平衡 你能夠行手 能夠雙腳活動 那這個過程是學習得來的 當然我們有一些先天基因的好處 但是 這個學習的過程中 每個人的基因都不同 有的人 可以訓練到可以走平衡目 可以走鋼手 有的人 在一般路上行手 都可能有一點困難 所以它其實是習得 而且存放在腦部某個地方的 它受損了以後呢 我們在眼睛 在肌肉 在感覺 在內耳的整體形成的 這個我們當初把它組合成一個完整的感覺 能夠好好走的這個 這個連結呢 可能受傷而散開了 但是可以重新讓它再整合起來 我們後面的李博士的儀器 它的訓練裡面 就是在著重 大家重新再把它整合起來 重新再reset 重新再colibration 再整合 好 那麼 大家一定要有這個概念 光能附件 就是受損了 有些實質永遠的傷害了 但是我們可以協助它重新再練習 那以前我們沒有幫助的時候 這些患者可能在相當長的時間內 它自己也摸索出來 但是呢 可能就很長 那它就與社會脫節了 那現在只要我們能夠更早期的 更積極的去辯認 去理解 並且去協助它 它有更高的機會能夠回到 它正常的生活的步調 像鍛鍊肌肉一樣 可以去鍛鍊這些腦功能 好 那下面是幾個常用的方法 目前來講 我們可以透過生理回饋儀的一些運作 讓患者把自己的呼吸的調控 然後心跳的變異度 透過旁邊的執行人員或技術員的指導 透過視覺上的回饋 例如像玩遊戲的方式去調節 使得自己的生理狀態 能夠進入一個比較理想的狀況 這個練習過去沒有視覺輔助的時候 比較患者的回饋程度比較低 那有這樣的回饋它就會進步 那再來就是神經心理復健 我們剛剛講 除了神經的傷害之外 相當患者也有心理上的傷害 那這個是一系列的方法 我們透過心理師的協助 透過一些量表 透過一些遊戲的練習 或者一些圖卡的練習 甚至模擬情境的練習 可以讓它再能夠重建這些功能 那包括團體治療、運動治療 在國外運動治療 他們的保險系統跟我們不一樣 所以他們有比較有多這些資源 那國外的專家來台灣 報告或者分享他們的結果 他們是用太極或者是一些運動 使得患者功能上能夠進步 這個因為這個費用 或者是保險系統的關係 我們要發展這個 似乎是比較有一點距離要去達成的 不過並不是不可 包括剛剛講 還有其他講的情境化訓練 那不管是從遊戲 或者是復健的觀點 讓像受傷的人去廚房裡面 準備餐點、洗菜、切菜、捏麵糰 然後去做這樣的事情 或者甚至說它是一個專業的 廚房的訓練環境 讓廚師能夠回到職場 或者是一個模擬的工廠 一個小型的模擬工廠 在工廠裡面鍛鍊這些程序、流程 這個都是一個情境化的訓練 能夠協助它回繫 那麼比較簡單的 或者是比較可行的 像我們剛剛講 情境化訓練裡面 實體的工廠不容易做得到 你要花很多錢蓋一個工廠 但是現在最新的虛擬實境 或者電腦輔助情境遊戲 就可以達到這樣的訓練 比如說開車 就像玩電動玩具一樣 你在一個控制的場景之下 讓它先學習電腦前的駕駛 去評估它的反應力、它的注意力 那不斷的訓練到過程 到一個程度 它就可能真的可以回到上路去練習 所以這些新興的模式 在現在的台灣 在各醫學中心都已經有在發展 這個也是為了我們整個社會要去注意 要去協同一起投資資源的 那麼還有就是一些頭筋皮招 三合訓練 這個訓練儀 我們的李博士後面也有一些機器 等一下到後面可以去練習試試看 其他的輔助治療 剛剛我們有那個 大概的病理過程有提到 患者在初期跟在初期後的雅急性器 都有一些腦部受傷跟發炎的過程 這個是有可能透過藥物 或者是營養治療 某一些氨基酸的補充 藥物的調整 或者是去控制後續的腦內發炎 能夠達到改變病程的過程 所以抗自由基抗發炎的治療 這個就可以引入 當然國外有很多的研究在進行 那麼像我們本院提供的靜脈雷射 它在過去就會證實 它能夠調節血液發炎反應 能夠降低血液中的自由基的影響 所以在急性期 說不定我們就可以來 考慮這樣的一個治療 那穿爐十字機 線下都已經應用在 這個情緒的障礙 不管是重重控制異常 憂鬱焦慮 甚至失眠 這個比較一般的問題 它都可以實際上協助到患者 那麼在腦部傷害的患者 如果同樣受到類似的困擾的時候 很多研究也已經證實是有幫助的 這個是其他的輔助治療 那麼很高興今天就介紹 給大家介紹到這邊 謝謝 謝謝